Communication 我们看这个字之前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动词 Communicate 我们看它音节怎么分 第一个音节C-O 我们念成M-M-U 念成M-U N-I念成N-C-A-T-E 念成K-E-T 所以这个字呢 Communicate 我们中音节呢 落在第二个音节 念成Communicate 那Communicate 我们看它词类 它是属于不及武动词 也就是说 当你后面要接名词 接受词的时候 不要忘记要加一个介细词 好 那它的中文 我们翻成沟通 那我们看第一个例句 In the movie Dr. Doolittle Can Communicate with Animals 好 在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呢 它的名字叫 Dr. Doolittle 杜利德医生 我还记得 这部电影呢 当初在台湾呢 也曾经上映过 好 它说呢 杜利德医生呢 在这部电影里头呢 Can Communicate with 各位这边要提醒同学咯 跟什么人沟通 或跟什么单位沟通 注意搭配的介细词 要用with Communicate with 和什么人沟通 那这边它不是和人沟通 它是和什么呢 和动物沟通 Communicate with Animals 好 那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 看我们名词的部分 好 那一样的呢 我们音节先试着分分看 Communication 各位记不记得 我们说呢 TION结尾 各位还记不记得 我们之前曾经提过 只要是TION结尾的 的字呢 它的中音节呢 都落在 前面那个音节 所以呢 这个字读音节 注意哦 它的中音节 落在 K这个音节 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要念成 Communication 中音节落在 第四个音节 那什么 什么叫 Communication呢 它的词类是属于名词 是属于不可数的名词 我们看英文解释 Exchange 这个字 它原本的意思 就叫交换 好 交换什么呢 Idea 想法 点子 Feeling 感受 or facts 一些事实 一些 一些事实的交换 我们就叫做 Communication 好 那我们看一下例句 Careful listening is the key to good communication 好 Careful listening 仔细的聆听 请听 我们就叫Careful listening is the key to 好 来各位 这边有一个重要的片语 呢 Indy呢 建议各位同学呢 一定要把它记下 就是所谓的 B key to 好 我们说呢 A B the key to 那我们都知道呢 这个key呢 它的意思呢 原本呢 它的意思就叫钥匙 对不对 它是那一把钥匙 你要进到一个建筑物 要经过门 那个门锁起来 你一定要有那个把钥匙 你才能够打得开 好 所以呢 B的key to 我们中文就翻成什么什么的关键 那这边要特别提醒同学的是 这个to呢 它是一个借系词的to 所以那后面你们发现 它借的是名词 所以 be the key to something 就是什么事情的关键 好 所以它说呢 仔细的请听 is the key to good communication 是好的沟通的关键 is the key to 什么东西的关键 好 所以呢 这个字呢 我们念成 communication 沟通 communicate 也是沟通 的关键 的关键